清炒 燉煮 酥肥 不同的料理手法 讲究的是时间拿捏 才能让食物最新美的精华 完美呈现 开幕第一天我来的时候 我就爱上了他这一味 他的一个招牌的海鲜棒 你看他基本上 你看他的海鲫 都是基隆很特色的海鲜 像这个虾 而且重点是他新鲜的味道 那新鲜的味道 尤其他的虾 他的都蛮很有弹性 对 很Q弹 就是很新鲜 都是道地的寄用的海鲜 因为我寄用人 我喜欢海鲜 运用在地海鲜 每一份都很足够 价格却超清明 开幕不到半年 老饕都成了忠实顾客 来觉得他们午餐的 那个做的方式 因为他是给套餐的 会附一些饮料甜品的 那我觉得他的价钱 对整体CP值来说蛮吸引我的 而且像海鲜饭的话 配料给蛮多这样子 对 那味道也都蛮不错吃 我们店最特色的就是这道 招牌海鲜饭 还有渔夫炒海鲜 那他的特色就是西班牙的一道料理 用生米炒的 然后他还有淡菜 然后渔夫炒海鲜是 主要的特色就是在地的基隆海鲜 跟基隆厂商配合的 这道菜是我们本店的特色之一 五股牛小牌 我们选用美国的牛小牌 然后用低温酥肥法 然后再用大火煎至金黄色 它搭配一些基隆的蔬食 然后因为我们准备的分量比较多 所以大家来点的话可以一起 share一起分享 店内布局融入在地的特色 色彩屋的缤纷给定为很大的启发 彩虹墙面与欧洲手绘风 宛如踏进异国世界 我们店的特色就是 把正面于港的色彩概念搬到店里 让店内更活泼 我很满意这个地方 因为我常常跟朋友 还有同学们聚会 我觉得在我们基隆 要找到这种地方真的是不简单 这么宽敞 又感觉灯光很柔 看起来很舒服 然后离市区又近 然后老板代客 非常的道地 他用的材料都很好 而且他这个面包 我们基隆市非常有名的一家 面包店所做的面包 口感真的很好 老板定位原本学的是电脑 但一直忘不了心中的厨师魂 在家人与好友的支持下 转战餐饮界 还选在疫情严峻的时间开业 不过好的出餐品质 不用过度宣传 就会吸引老头上门 开这间店的目的就是 我希望每一位客人都可以 吃到我用心做的菜 秉持分享最后的滋味理念 让定位及伙伴们 找到前进的力量 期望幸福的好滋味 能无远佛界地传递出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